奴才最该万死跪拜路线网上爆红卫英落雪地理三跪九寇,竟然成了最新紫禁城观光路线。 奴才最该万死跪拜路线网上爆红卫英落雪地理三跪九寇,竟然成了最新紫禁城观光路线。 继真环转之后,弓斗戏消失好一阵子,原本不被看好的演戏攻略意外获好评,目前电视剧也破100亿播放量,戏剧版权也跟住水涨船高。 根据星周日报 报道,演戏攻略热播两岸三地,其受欢迎程度令娱乐圈跌破眼镜,最初这出剧对外弹板权时,仅开价2万美金,约8.1万令吉,一级。 但因剧中演员知名度一般,全部演员的片酬大约2400万人民币,约1400万令吉,还不到如一传女一周迅的一半,加上尚未博映,大部分平台都不敢出钱购买。 但现在红了,帮权也跟住涨五倍,直逼如意赚一级十万美金,约4万令吉,很多人无奈惊叹。 当初没人敢赌,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。 另外,演戏攻略戏里的拍摄景点也跟住爆红,如此进城的演戏攻就变成了朝圣的之一。 前阵子的剧情中,女主角魏英落行三步一扣,这条在宫里的行走路线也被人绘制出来,并封为奴才罪该万死之一日观光路线图,被网民们疯狂转发。 后来,演戏官方跟风推出奴才罪该万死路线图,提供观众参考,实地体验一番。 916一起来为新马来西亚而跑。赶快报名享受早鸟优惠吧!剧情回顾。 傅恒于尔情喜结联礼,他们大婚之后,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宫向为他们赐婚的万岁爷谢恩,而这一天正好是韦英落接受皇上惩罚的日子。 当他们兴冲冲地跨进皇宫,看到跪在雪地里的魏英落,傅恒愣住了。 魏英落身住丹伍的宫女符,跪在积雪后如棉絮的雪地上,那丹伯身躯孤傲挺拔,并大声地喊住,奴才罪该万死。她三步一颗,慢慢地向傅恒靠近。 傅恒两眼痴痴地看住韦英落,无法迈动半步,而秦看到自己心爱的丈夫发呆,连忙问旁边的小太监这是怎么回事。 小太监告诉他们说,这是魏英落自己领的责罚,皇上已经下旨,只要魏英落在今年第一场冬雪的时候,从乾清宫开始,三步一扣,走完十二个时辰,跪遍三宫六院,就原谅他的过失,让他重回长春宫寺后妇产皇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图片源自网络。小编觉得大家真的太有才啦,这样都可以。参考来源。